阿提斯的車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直播分享的是11代的阿提斯 16年 然后这台车的话呢 几乎只有大包 大包改了改装了这个版本的大包 然后避电器的话呢 今天要上装的是 今天板上的那个赞助商KT Racing的道路板避震器 灯借我一下吧 因为阿提斯我们真的安装蛮多部的车友也很通常 这台真的改得很漂亮 这原来的悬吊系统是原厂的 如果等一下把车高降下来之后呢 那整个的那个气势又都不一样 因为这台有大包嘛 阿迪轩的话呢是17寸的 轮胎的话是改了215457 这里215457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个避震器的部分 上座 KT的避震器呢都有附上座 这个就是所附的上座 那阿提斯的话 阻尼调整的部分呢 阻尼调整的部分是从这个地方呢 这里 这里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了 KT的道路板一共有30段的软硬可以调整 从这个地方就做调整了 哈啰齐员你好 这个KT的道路板 是我们是那个板上的赞助商 KT的道路板 我们都公开报价 两万六 两万六完工 有含前后上座 高低 软硬都能调整 阿车友的这一部车呢 前面的原来的轮胎 轮胎的上远的YES版 大概五指幅 到后面是五指半 那今天预计呢把它降到三指幅左右 所以等一下车高降下来之后的 视觉感觉会好看很多 那这个是16年的Artist 十一代Artist 它的理载串部分 就跟原厂的一样 所以理载串呢 就沿用原厂的规格就可以了 油管固定架的部分呢 都是仿造原厂的位置 都是仿造原厂的位置 那KT的道路板的话呢 Artist前面是配置7公斤的弹簧 这一条是7公斤的弹簧 就算一般道路板的设定 那高低调整的部分呢 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 它是靠桶升可调来改变车高 所以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它能调高跟调低的区间范围 会比较大 我们把这个托板松开之后 这个蓝色的脚管往下移动 它的整体长度变长 它的车高就变高 脚管往上挪呢 它的整体长度变短之后呢 降下来之后的侧高就变低 所以它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侧高 所以调高跟调低的整体的乘坐感觉 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看那个KT的 这些零配件的用料部分 像是里面的主尼油 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油 意大利IP主尼油 它是一整桶从意大利进口 并不是IP授权来台湾 在做混装的一些填充油 所以它的油品的话 虽然比较贵 但是油脂非常非常稳定 耐用度 还有消泡性 还有抗衰退度 都有一定的水平 所以我们KT的全系列 不论道路版 经济版 所使用的呢 都是IP的主尼油 那里面的主油风部分 我们所选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风 那NOK的话呢 像是很多阿吉斯的车友装的是Tim Tim的话呢 也都是用NOK的油风 还有上部轴层的部分呢 我们有附上座嘛 这个上座轴层的部分的话 轴层是用日本的口右轴层 所以等于是 即使在安装KT避震器的时候啊 这些零配件 都不用再拆下来使用了 这台车还很新 车主才使用了三万多公里 那上座其实都还可以用 但是万一车车友 阿吉斯的车友 车子是开了五年八年之后 其实上座也差不多快坏掉了嘛 那万一你的BN器 改装BN器是要沿用原厂上座的话啊 那装上车 到底是改装BN器有问题 还是你所拆下来的上座有问题 这这样的责任 还有意义很难理清 所以你改装KT 不用烦恼这些问题 你改了KT之后呢 我们前后上座都有附 油问题就是KT的问题 这样责任就很好理清 那即时的话呢 也不用再压缩弹弹弹弹 还要再拆上座 不用很麻烦 所以我们装一套BN器 阿提斯的话 像这一位车友是大概九点半到 现在十点二十分就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大概四十五十分钟呢 我们就已经安装好一台车的BN器了 因为车友真的很捧场啦 阿提斯的车友真的很捧场 所以我们安装阿提斯的车子 真的非常非常多 一台车大概四十分钟就搞定 那后面的话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就上座的部分 上座的话呢 一样跟前面一样 阿提斯啊 KT都有附上座 不用再拆原厂来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弹簧的部分 后面的弹簧是一百七十长五公斤 那这里有附那个缓冲的馒头 然后下座的话呢 脚管的话是从这个地方做可调 高低的话呢 最高大概四指幅 三指半到四指幅 最低的话呢 轮胎上远到夜市板 切齐都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这样的车高 等一下降下来之后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是三指幅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内装的阻尼可调部分 车主有改音响 后面的话 从这个这里有一个小小扣具 把它拉开之后 从这个地方就能做软硬的调整了 那前后都是一样 顺时针 像我手势呢 顺时针这样就是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所以我们今天先把它设定 前后大概十五段左右 那这个 这个 银色的 反光的下方 这个就是我们所附的上座 你后面先把它附也没关系 那我再来讲解 所以这个是后面的那个悬吊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原厂拆下来的后面的悬吊 这个是artist 後面的悬吊 所以我刚刚有说了 前面的上座也不需要再沿用 后面的上座也不需要再沿用 KT呢全部都有附 这就是原厂拆下来的避震器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 S版的 很漂亮 有大包 改装真的就是一滴这三丑 那有大包 然后车子降下来之后呢 整体的视觉感觉 还有稳定性呢 就都不一样 那板上我们 KT的小编 都会不定期啊 做了一个文章算 就是会一直分享artist 就单一车种artist 安装KT避震器的一些分享 如果车友们呢 对KT避震器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私讯我们的小编 阿姨也欢迎私讯给我 我会请小编带为处理 这一台是16年阿里斯 很漂亮 有大包真的很漂亮 你要装胎了 好 现在呢 安装到一个段落之后 等一下托盘呢 师傅就把它敲紧 把它锁紧 锁紧之后呢 就可以上胎了 这都是还原厂的那个罗帽 原厂artist的 Toyota车系的罗帽 就是长这样 并不是60度角的 所以如果像是这样的原厂 或者是Toyota副厂的鲁圈呢 就建议啦 沿用原厂的罗帽 因为像其实我们也有 我们也有 卖这个7075的罗帽 但是这样的罗帽呢 要去合原厂的孔啊 不是不能合 可是它的接触面积呢 只剩下一个点而已 所以原厂的罗帽 它是一个面 所以这样的 它是一个面 它这个面来 会比较服贴 如果用了改装之后呢 的 服贴度呢 接触面积就会比较少 所以这样的鲁圈呢 记得啊 阿琪的车友 就一定要用原厂的罗帽哦 那如果你有换了改装的鲁圈之后呢 这个的 通用型的罗帽哦 60度角的才是 正确的规格 如果你用了改装鲁圈之后呢 就不可以用这一颗了哦 这是原厂的规格 这是左前 左前液晶装好了 左前液晶装好了 阿提斯装大包真的很漂亮 这样的大包齁 配个大概18吋 225 40 18 整个气势又都不太一样 很霸气 1.8 阿提斯的前面调整阻尼更方便了齁 我们把引擎室打开 在这里齁 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很方便 师傅要上台了 不到一个小时 阿提斯算的底毯了齁 算拆装很容易 维修上也很简便 好 OK 那今天的随大阿提斯的安装KAT避震器道路板的分享呢 就大概到这里 如果车友们齁 对 一些底盘 改装 或者是你要做升级 避震器 或者是刹车系统 都欢迎跟我们联络 我们 KT呢 本身就是制造的工厂 所以刚刚这个车主也有询问到 工厂的优势 其实最大的就是 如果你要换单一的零件 那都没问题 换一个防尘套 一颗螺丝 一颗螺帽 不用再换什么总成 也不用等零件 因为我们就工厂啦 都有零件可以立刻做供应 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如果对KAT的产品有兴趣呢 可以跟我们家的小编联络 我们每天晚上7点 在KAT Racing的粉丝团呢 都会更新文章 欢迎大家追踪 谢谢 拜拜